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SAT一直以来呢 其实是这个美国大学申请的一个考试 那这个考试呢 其实中间发生了很多变化 有点这个就是说这个运气很不好 这几年尤其是他的这个运真的很不好 所以现在呢就是变成了很多的大学呢 就是有几千所大学 就是SAT不是说一定要考才能申请 所以SAT当然他要想办法生存 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要变 好来来就是说尽量适应这个社会 这个让大家高兴嘛 所以呢这个就是最新SAT 他们要就是说改变的这个这个方向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解释 其实很多的这个升学辅导机构 都有报道这个新闻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应该出来解释这件事情 因为坦白讲真正了解 SAT这个考试的人不多 也许可以教这个考试 但是不见得能够真的破解他背后的逻辑 好那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坦白说 虽然我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但是Patrick因为我们一起工作二十几年了 他是专门研究这件事情的 那Patrick他很多的朋友都是在college board上班的 他的本身我觉得他对这个SAT是有一种热情 所以呢我也坦白说今天要讲的内容呢 我是翻译Patrick上星期讲的内容 好因为他是真正的专家 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听了之后 你们真的是会受益良多 因为他真的是讲出了很多很多重要的 就是表面上你看不到的东西 好那首先呢在疫情前呢 其实SAT的这个在审核上的地位呢 就是仅次于就是学校的成绩跟这个就是选课的难度 所以其实这个在之前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审核的考量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么多年下来 从2007年到2018年呢 其实SAT的重量有越来越弱 好没有说很大的 就不是一下子掉了很多 但是还是有渐弱的趋势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在疫情之后 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就是这个 全国大学申请顾问协会呢 我们目前还没有新的资料出来 今年就是我们会在休斯顿开会 那不晓得到时候会不会有新的资料出来 但是这个资料是到2018年 那之后疫情之后 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很多事情 SAT大家都考不方便啊什么东西的 所以现在这个调查的结果 会不会让这个SAT再考虑 就是说申请的这个录取审核上这个地位 大幅下降呢 我们不知道 那到时候如果我有新的资料 会跟你们分享 好 那上次呢 我们讲到长春藤的这个审核的时候 我们也有讲 就是说长春藤大选呢 他其实有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审核上重要跟不重要的点的一个 就是一个问卷调查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上面呢 就是说除了哈佛大选 他说他会考虑SAT分数 他所有的要 基本上所有的申请要素 他都说他会考虑 都没有说很重要 可是呢 对于其他的长春藤来说呢 他们都说SAT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very important 所以这个部分 again 这也是疫情之前的这个调查 所以最新的资料也还没有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 好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这个2023年SAT会开始变生 我们先讲他会怎么个变化 他会变成一种线上考试 好 那是从2023年的春季开始由国际生开始考 这个线上考试 好 对不起 不是线上考试 是一个电脑考试 好 不是线上考试 电脑考试跟线上考试的差别是什么 线上考试是你是做网络的考试 电脑考试是你要去那个考场考那个电脑上的考试 就是说你不是在自己家考 所以呢 这个是电脑考试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2023年呢 是国际生开始春季的时候 国际生三月份的时候国际生开始考 其实这个一直以来就是说最不方便的可能就是国际生 因为可能很多的考场就是被关起来 或不方便出国或不方便旅行去考试 好 那2023年呢 本地的学生呢 PSAT会用这个电脑考试开始考 那2024年呢 春季呢 本地生就会用这个电脑考试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今天讲的内容呢 所有的时间表是以美国本地生为主 因为我的学生是本地生为主 好 好 那学生呢 会带着 但是国际生你也可以照样的去估算 好 就是说因为我总不能又讲国际生 又讲本地生太混乱 好 那这个呢 我要再讲一次 他不是线上考试 不是你在家里考 你必须要拿着自己的电脑到授权的考场去考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电脑 那你可以去那考场 他会借你电脑 然后呢 考试呢 会从三个多小时 现在是三个多小时 变成两个小时 14分钟 所以呢 差不多少了一个小时 那这个当然了 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说 都会会觉得轻松多了 因为说实在你要考一个三个多小时的考试 注意力要这个focus三个多小时 的确不容易了 那因为他是一种电脑考试 所以呢 他出分很快 其实像现在的GRE也是 电脑考试 他一天就可以出分 所以其实可能不用几天 可能一天就可以出分 然后呢 他的这个分数呢 还是1600分 那其实他维持1600分 可能就是说跟旧的SAT 还是可以相比较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就可以直接比啦 但是实际上来说 你直接比是不是很公平 说实在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你不晓得说 这样子的考试 是不是比较容易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很多的东西 我们都还未知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照college board 就美国大学理事 他所宣布的东西 去做分析 那总分还是在1600分 好 那这个新的这个SAT设计呢 就是说 他是阅读跟雪座 会变成一个部分合并 就题目会混在一起 然后数学是另外一个部分 然后他的格式呢 就是阅读跟雪座或数学呢 他都各有两个 就是说电脑是学生程度的选题 应该是说有两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有25题 加上两题是属于实验性的这个题目 但实验性的题目就不会用来打分数 就是说 等于是说他出这个两题实验性 以前也都一直有这个实验性的题目 他不是用来打分 他就是看来说大部分学生会不会 好 那你不想 问题是你不想要拿两题是实验性的题目 所以你还是要每一题都乖乖的做嘛 好 那就打分 就是说第一个模块就会有25题 那你这25题呢就是说数学就有20题 那你就是做的好跟不好 会影响你第二个模块拿到了题目的难度 跟你被放在哪一个打分的区块 这个我等一下会讲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就是初题的方式 那其实现在的GRE也是这样子初题方式 但GRE它是每一题每一题的去推 也就是说你这一题做的好不好 都会影响到你下一题拿到什么样的题目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说目前的这个 就是说考试是三个多小时嘛 那新的考试就是变成64分钟 加上70分钟 所以就是两个小时又14分钟 所以是比较短 好 那这个比较短呢 其实它的考题也变比较少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旧版的SAT呢 就是50题的Reading跟44题的Writing 加上就是说58题的数学 那新版呢 就是54题的这个Reading跟Writing加在一起 然后呢44题的数学 所以它题目就变比较少 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均的做题时间又比较多 所以你旧的SAT 你英文一题平均就是1.04分 但是新的呢 你就1.18分 好 这是平均啦 当然你这一题花两分钟 那一题花半分钟 那是你自己的做的方式嘛 好 数学呢就是旧版的话 到一题大概1.38分钟 新的话就是大概有1.59分钟 所以不但不但是题目变少了 考试变短了 而且做题时间还增加了 好 那刚刚讲到那个电脑选题目的部分呢 这个是Adoptive Test Design 这个是 就是说电脑会根据你的表现呢 去选择你应该得到什么样的题目 然后你应该被分在什么样的得分区块 就是说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考题呢 你答的好或不好 会影响到你第二个 就是第二个部分得到的题目 跟你会被放在什么样的这个分数的这个区块 所以你就是说当然你第一个部分的答题 你就要非常的Focus 因为有一些小孩子是他可能要慢慢才进入状态 可能刚进去的时候 头来很晕都不是非常的这个Focus 然后呢就乱打 然后等到可能就是慢热行 过一会才会热起来 然后呢就是说可能过一会才会开始Focus 慢慢好好的答题 可是你不能这样在新的SAT里面 因为如果说你第一个部分答题答的不好呢 你第二个部分你的这个拿到的题目就会比较容易 然后你的分数也会自动会降在比较低的那个区块 然后呢数学跟英文的这个表现呢 就是不会互相干涉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英文第一个区块没做好 所以你第二个区块拿到题目比较简单 你数学就是重新洗牌了 所以不会受到影响 好那我知道这个有点真的很复杂 所以呢就是说这里有两个这个example就是举例 比如说学生在第一组的题目呢全部答对了 那学生在第二组的时候就会被分到这个比较高的得分区块 600到800 然后比较得到比较难的题目 那他在第二组呢如果说只有答错一题呢他就会就是得到780分 那如果说有一个学生他在第一组区块只答对一半 那他在第二组区块他就会被分到可能400分以下或者600分以上 就是说他是400到600但他有可能会被分到400以下600以上 懂吗所以他是基本上400到600这个区块的得分 然后他会得到比较容易的考题 那他如果说第二个区块他表现的稍微好一点 那他最后就是得到620分 所以他就比较不可能会进入到600以上这样子的 的这个区块因为他的这个第一个部分没做好好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英文的考题设计呢 第一个就是说阅读跟数学已经合并成一个英文好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几年前我们都知道他把essay给就是删除了所以以后也都不会有essay就不用写文章了 然后呢呃文章也不会有长篇的文章会是以短篇的文章或者是数据图形就像右手边这个数据图形来作为问题的基础 好那因为之前很多就是说那种长篇文章你读读读到后面你就已经忘记前面说什么了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选择题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忘记这个部分是在这个呃段落里头哪一个部分有讲到这个东西 所以又找不到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现在就是感觉上应该是比较容易了好好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新的这个sap呢 他其实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些阅读的这个练习需要所以呢其实呃你还是可以练习旧版的这个考题来适应就是说新版的这个问题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建议的就是说学生的阅读的部分应该要广泛的内容因为有些小孩子他就是比较喜欢读某一种这个内容好 譬如说你特别喜欢读什么科科学啊或者是文学啊这样子 其实大部分的小孩子喜欢读都是这个nonfiction就是非小说类好非小说类就是像我们以前读什么穷妖小说那这个呢就是不是这个呃呃sat里面考的所以呢 非小说类大概只有占百分之二十所以你还是要尽量读那个小呃呃就是说非小说对不起非小说类是呃就是占百分之八十好那小说类是百分之二十所以呢你要尽量读非小说类的这个呃文章 然后呢如果说你在学校没有学到语法就是我们讲说grammar好我觉得我们好像如果是呃就是说第二外语的英文的这个人呢可能语法都学的比较好一点反而是本地的小孩他们没有很多没有在学校正式学到语法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可能还要自己去学或者去补习来学这个语法好 好好那数学的部分呢会有44题但是呢就是说那个网格输入好就是说你要写出那个答案的那个呢以前是比较少那现在会变比较多就是25个percent好然后也是会比较少的这个呃就是说阅读的这个段落会变比较短好那这个就是变成是说题目更接近学校教科书因为以前那种passage比较长就是那个呃文字比较长的 题目呢有时候陷阅会很多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就是说会比较呃你可以说比较简单啦就是比较趋限于居近于学校教的然后呢他的这个范围还是一样就是基础的数学代数一呃几何跟代数二还有三角好所以这个大概应该一般的学生在这个十年级的时候就学完了所以大概都可以去考好那呃就是全部的题目都可以用 计算机计算所以呢以前那种呃不可以用计算机计算的这个题目呢就会消失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全部都可以用计算机那这个计算机就是像这个casio的这个呃 ti84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右手边这一台基本上现在允许的计算机就是呃之后都会继续允许那如果说你没有带计算机呢他那个电脑里头也会有这个呃就是说 建入式的一个计算机可是就是说你还最好还是带计算机会比较容易用而且你会算的比较快嘛好好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有这个就是电脑自选题的问的这个部分呢所以因为以前呢你可以稍微拆下说哪一题比较简单哪一题比较难 所以你要花呃多少时间分配好那甚至这个拆题的部分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在sat拆题都没有到拆错没有到口所以如果说你这个不知道的话你还是要拆一下答案好然后呢呃第二个就是说学生应该要努力的答题每一题到准确无误尤其是第一个模块因为如果说你第一个模块答的不好的时候你第二个模块就会拿到比较容易的题目 而且你的分数就会掉下去嘛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所以呢呃如果说你在第二个模块得到了比较难的题目相对的你就会知道你第一个题第一个模块做的不错好然后呢你要带自己的计算机会比较好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快一点计算上会比较快一点总而言之呢其实呃就是说优点的部分呢就是考试的时间变短了 然后呢呃就是题目的阅读的部分变短了好就更加集中注意力咯然后考试也比较方便嘛然后数学部分全面使用计算器 然后呢缺点就是说你的这个呃第一个部分的这个表现会影响到你第二部分得到的题目跟打分所以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结束可能有些学生就会更紧张在第一个部分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资源是比较少 模的考也不够所以你要练习的话也不是说很多的资源然后呢也不晓得大学会怎么样评估分数所以这都是问题还有一个缺点呢我是认为因为你感觉上好像呃又变比较短时间的考试然后呢这个阅读的部分文字又变比较少然后呢呃这个做题的这个时间每一题的时间又增加好所以你就会觉得比较舒服对不对那你觉得比较舒服那人 人家也觉得比较舒服啊所以就是说变是说就是说每个人都觉得比较舒服的情况下每个人可能都会相对的考的比较好那你如果说不能够拼出一个高分来讲你就是真的没有什么竞争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呃可能就是说不见得就是说像他讲的这么舒服就是一件好事好因为当然学生他是希望说学生不要讨厌这个考试 然后不要拒绝去考这个考试那他们就损失什么注册费嘛所以他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还是喜欢就不要排斥这个考试因为现在optional很多学生就不想考啊所以college board他当然是希望说设计一个很舒服的考试所以学生不会排斥嘛但是问题是说你是要拿到这个分数进好大学才有用啊所以你就是要考出高分才能进好大学嘛因为大家都会考的不错 如果说这个这个考试变得这么舒服然后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我是觉得可能也比较不能作弊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可能他利用时差的方式找人去背题目然后就是用时差的方式传题目这样子去作弊其实现在也比较难因为现在好像有十套题吧你去考试的时候会有不同 每个人拿到不同的题目好像有十套题所以现在这个也是比较难但是anyway这个作弊可能就会比较难一点因为你不想你会拿到什么题目每个人都不一样好好那你就会问了那如果是这样来讲呢我应该考现在的SAT还是新版的SAT我现在讲的是美国本地的学生哈 如果说你现在即将进入九年级或十年级呢如果说你可以在2024年三月之前达到目标呢你还是可以考现在的这个纸版的SAT这个的这个的呃部分就是说你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做练习了好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上高中就是说可能七年级八年级你真的就不要管那个什么纸版的SAT你就是准备电子版的那其实到时候可能大学也会全面的要求 电子版的SAT的分数那如果说呃呃呃今年就是说college board说会这个公布四套完整的这个呃模拟考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到时候学生可以自我评估因为自我评估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呢OK如果你现在是11年12年级呢你就是准备现在的这个值班考试因为你来不及了所以就是说你那个等到那个呃电子版出来你已经要申请大学 试过都已经申请完了所以你就不要管了11年级升11年级或升12年级的学生呢也就是说呃对你这个暑假结束之后11年12年级嘛好你就是准备值班考试你不要管那个电子版那你如果是10年级的学生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模拟考你要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自我评估说电子版的SAT跟这个纸版的SAT或者ACT甚至ACT也是可以考虑 哪一个对你比较有优势你哪一个比较能够考出高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升10年级的学生可能就是要比较去注意这个事情要做出一个选择好那如果是9年级以下呢基本上来说呢就是没有什么好考虑你就是准备电子版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情形啊好那这个新版的ACT呢我们都知道ACT之前也是说他们要做改革好那新版的ACT呢 他们会自动的把学生这个考试成绩Super scoreSuper score就是说最高的阅读加上最高的数学加上最高的科学加上最高的英文这样子去呃就是加总之后送到大学好但是他之前有说他要做一个很厉害的改革就是说呢你可以只考你没考好的那个单元比如说啊我科学没考我就只考科学可是他一直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他只是说他会这么做可是目前都还没有这个事情就还没有提供这样的东西好然后呢ACT目前考试的这个作文还是存在 SA还是存在但是SA已经取消作文了嘛那很多大学可能之后也不会再要求作文的分数了好然后那个ACT其实也有一个电子版的考试但是呢目前为止是只有国际学生好那这个部分呢他也不是那个 就是说电脑会自己挑题目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呃纸版的题目变成电子版的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没有呃电脑自动调题目所以呢这是新版的ACT好 OK好那好现在很多大学就是这个SATACT optional不强制规定这个标划测试那你是不是就不用这个加分数了呢那你就要自我检视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标划测试你是不是还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你就说什么都没有好 就是说ACTACT都没有你是不是还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这个申请人然后呢你的GPA是不是属于高的好然后你的课外活动是不是好到可以就是说没有这个标划测试 然后你的标划测试呢就是说你可以去看那个大学的这个官网有这个就是以前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的百分比好你是知道他50%以上吗其实我们是建议75%以上好你就是说这个部分呢你才递送这个分数因为你如果考的太难你真的也不要递送 就自负其短嘛好然后呢去年申请该大学的这个申请人中有递交SATACT的比例是多少好那如果说你各种情况没有这个标划测试的这个情况下呢你全部的条件就是加在一起你是属于中下的这个申请人的话那你就还是应该准备SATACT好那这个至于这个百分比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好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单纯的看说有递交SAT跟没递交SAT在大学录取上的差别好这个是呃就是说呃有一些大学有公布这个数字但是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有公布好像波士顿大学他就差不多差了78个percent就是说有录取呃有递交SAT的就是25个percent录取率没有递交的就是14个percent录取率好那像Georgetown就是 7个percent如果你有递交4个percent如果你没递交所以呢像南加大他就是有递交的是14个percent没递交是11个percent录取率所以这个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好那南加大刚刚讲到南加大他的这个SAT分数呢平均呃就是说中间呢大概是1450分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我们是希望你是在75%以上所以大概是 1520分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只有考就是1400分你还是不要送好了因为就是送出去很丢脸嘛但是你知道申请南加大的人47%的人都有送这个标划测试的分数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就一半的人还是生还是送标划测试啊的分数啊其实这个还讲到种族的问题啊 我认为有些种族应该不用送也OK可是我们我是觉得最好还是乖乖的送分数啦 好那么呢准备这个SAT呢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要准备你要考出高分那你一定要跟着最会呃这个就是说辅导的这个机构哈其实我们公司除了Patrick之外哈我们还有好几位非常专业的这个师资在这个准备这些教材啊 其实这个教材说实在的像SAT已经变了这么多次不知道是不是在整你们绝对是在整我们因为我们要花很多钱跟人力去写教材我们公司的教材都是自己写的所以呢呃我们公司就是说这个呃部分的人才真的是很多除了Patrick之外像我们的SAT英文的这个老师Gina Henry在我们公司也 我就一直学校了十几年了他是呃呃ns安文的这个教育学说呃呃学士跟博士好像然后Stanford Medical School然后呢呃 我们的这个Science 跟massиваемlex Science in the teacher呢onton呃是Stanford的生物学士他也在我们公司快十年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师资群啊 所以我们公司的这个呃課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優 property